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若望福音第四章 第五至二十六 第三十九至四十二节 那时候 耶稣来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 名叫西哈尔 靠近雅各伯给他的儿子若瑟的庄田 在那里有雅各伯拳 耶稣因行路疲倦 就顺便坐在拳旁 那时 大约是第六时辰 有一个撒玛利亚妇女来挤水 耶稣向他说 请给我点水喝 那时 他的门徒已往城里买食物去了 那撒玛利亚妇女就回答说 你既是个犹太人 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 原来 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不相往来 耶稣回答他说 若是你知道天主的恩赐 并知道向你说 给我水喝的人是谁 你或许早求了他 而他也早赐给了你活水 那妇女问说 先生 你连挤水器也没有 而井又深 你从哪里得那活水呢 难道 你比我们的祖先雅各伯还大吗 他留给了我们这口井 他和他的子孙 以及他的牲畜 都曾喝过这井里的水 耶稣回答说 凡喝这水的 还要再渴 但谁若喝了 我赐予他的水 他将永远不渴 并且 我赐给他的水 将在他内成为永到永生的水泉 妇人说 先生 请给我这水吧 免得我再渴 也免得我再来这里挤水 他们向那妇人说 现在我们信 不是为了你的话 而是因为我们亲自听见了 并知道 他确实是世界的救主 城里有许多撒玛利亚人信从了耶稣 因为那妇人作证说 他向我说出我所做过的一切 这样 那些撒玛利亚人来到耶稣前 请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 耶稣就在那里住了两天 还有更多的人因着他的讲论 信从了他 感谢天主的圣言 水是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我们需要喝水才活得下去 撒玛利亚妇女来到井边挤水 原是挤取日常生活所需的水 然而 他却遇见了耶稣 在对话中 耶稣允诺他要赐给他 不同于一般的水 这水不但要使人的生命永不枯竭 还要在人的生命中 成为永到永生的水泉 你渴望喝这样的活水吗? 今天 我们可以反省 在每天忙碌疲累的生活中 我们经常到哪里 汲取带来生命力的泉水呢? 也许我们经常从网际网路 点赞数量 知识阅历 丰富的人际关系 美食佳肴 或工作成就感等等 尝试汲取生命中 需要的快乐和价值 但久了以后 我们会发现他们之中 好的能暂时地满足 我们心中的空虚感 不好的还会让我们上瘾 让我们想要更多 却越感到不满足 今天 耶稣也想为我们提供 那可以让我们永远不再渴的水 那就是他的友谊 他的爱 你渴望他的友谊和爱吗? 其实 若我们诚实地面对自己 我们会发现 我们的心渴望的就是爱 一个真正能够了解我们 珍惜我们的爱 世上只有耶稣的大爱 能够真正满足我们的心 因此 今天就像耶稣在井边 等待撒玛利亚妇人 想和他建立关系 耶稣也在我们的内心等待我们 要我们认识他 靠近他 和他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 听他对我们说话 你愿意每天花一点时间 和耶稣相遇 透过祈祷 沉淀 读经 参加弥撒领圣体吗? 请品尝圣言 水若喝了我赐予他的水 他将永远不可 也在我们生活中 活出圣言 请领圣体 并在领完圣体以后 花一段时间 和在你内的耶稣对话 感受他的爱 最后让我们全心祈祷 耶稣 请你赐给我生命的活水 使我不再渴 阿们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能与耶稣相遇 从他那得到生命的活水 我们明天再见 感谢观看